是蛇里吗 是的 跟老蝙蝠约好的 他气息消失了 我倒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子 蝙蝠精 怪我大事 白色隐魂翻的 大事 隐魂翻 对 都是那个娃娃 那个可恶的娃娃 娃娃 什么娃娃 孙太子 我可是为了您 才落得如此下场 你心情好 一定要救我呀 告诉我 是谁坏了我的好事 我自会救你 孙太子 先救我出来 救我出来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 哪有那么容易 快告诉我 究竟是谁干的 我就知道 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 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快说 我不敢信 可恶 究竟是谁 什么人 别冲动 三太子 三太子 是我 龟丞相 你跟踪我 齐敢 齐敢 老夫身为东海管家 这东海的事 总要关心一二 最好是这样 罢了 来得正好 你们玄瑰族 齐法庞多 眼下之事 龟丞相 可有法子 法子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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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看到什么了 见到哪吒了吗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别急啊 是哪吒 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哪吒 哪吒 喂 还有没 好的 哪吒 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你这家伙 以后再感染不下我们 以后颠狐保护哪吒 怕什么 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都是蝙蝠街那个家伙干的 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大家不要怕 看 你们已经回到陈塘关了 快回家吧 母亲 太好了 母亲 我的儿 爹 娘 你 你听到了吗 娘 爹 我 爹爹 爹爹 老婆子呀 咱们娃回来了 不错不错 城主果然是成性之人 城主放心 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 告辞了 那我送送你们 不必不必 城主忙去吧 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呀 明白 夫君 大发使者我能忍 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 冲作军须 无耻 能拖就拖 先稳住昭哥那边 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哼 时局沦落至此 不能坐以待毙 来人 练兵 哼 想要真龙之气 区区玄规也想成就玄武之事 嗯 三太子 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 何况我玄规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 龙王谋划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计吗 大胆 嗯 父王的谋划 岂是你能胡言的 嗯 啊 啊 啊 三太子何必动怒 白子印魂藩失败的事 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 动静闹大了 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你敢威胁我 不敢不敢 给我三日 就三日 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好 就三日 事情办好了 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这么说 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城主可没要 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还是屈服了 父亲也太软弱了 这事没完 这孩子 城主也没办法 百姓要生活 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嗯 是啊 而且现在博茶被当作供品盯上了 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 嗯 好了 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 咱们说点开心的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哎 差点忘了 哪吒 小叶来信了 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哦 快看看 我来给大家读 哪吒 哈大 妖妹 你们好吗 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已经平安回到了亲戚家 这里一切都很好 只是 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 当今天下 战乱频发 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 咱们伯马虽然矮小 却那里惊人 如果饲养得当 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伯马 啊 臭小子 千万别给我惹事 哪吒 那个神马前辈 真的有法子培育出上等的国马吗 当然了 他可是天下马匹的头头 这下点子就有了 快 快 蝙蝠精的气息 他来过这里 好险好险 差点丢大脸 为了振兴玄规族 今天就陪老夫大战一场 现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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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误会啊 还想骗我 成了 这赵天波可怕天地万物 看你还能撑多久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